今天的信息就是神將萬物和耶穌一齊賜給我們 這幅圖我將以前那個改了 加了一些東西下去 第一就是這個手代表神 祂就將很多好東西一路賜來給我們 而最重要就是賜耶穌給我們 祂又賜教會給我們 又賜聖經給我們 又給我們有喜樂平安 也都普通的情況 我們有太陽有雨水 還有有自然環境 又有美麗的動物 又有人健康的身體 我們多謝主 這些在耶穌裏面 耶穌的義袍 還有祂恩賜的袍在我們身上 還有聖靈來祝福我們給力量 我們有各樣的恩賜 這裡各方面的圖 代表祂好像全能一樣 各方面的恩賜 下面給我們有機會去侍奉神 又給力量我們侍奉神 最終我們得到賞賜 其實神給我們很多各樣的東西 亦都可以越拿越多 我都會分享 有人物 他如何得到神 這麼多的恩典 我們一起讀經文 我們今天用的經文 就是這麼多 四節一起讀 誰能定貪不得罪 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 而且從死裡復活 現今在神的右邊 是我們祈求 這一陣子我會簡單解釋一下 上面的經文 剛剛保羅說到 如果大家記得 我之前說的一個禮拜 說到他所定下的人 他所知道的人 他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 然後他就召他們 稱他們為義 然後叫他們得榮耀 說到在神裡面 很多豐盛的恩典 我之前也說到神兒女 各樣的福氣 神的兒女 是有很大的恩典 而這裏呢 接著又說到 就是 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 得以處於神 將很多禮物都賜給我們 既然這樣 萬事都互相效力 所有的事情 都會祝福 透過萬物 所有的事情 祝福我們 既然這樣的時候 神都幫我們 誰能夠敵擋我們 因為神是全能的 所以沒有人能夠敵擋我們 我們有時候 很容易被人受影響 我自己發覺 在我的思想上 我可以學習 不受人影響 但我發覺 那個感覺 總是會有一些受影響 我都一直宣告 神愛我 神愛我 神會有奇妙的方法 神一定會保守 神一定會祝福 我一直宣告 但我發覺 感覺都是需要時間的 但當我一路宣告 一路相信 一路親近神的時候 我慢慢 那個感覺就會被醫治 所以這個 誰能敵擋我 這件事 不是只有你聽完 沒有人敵擋我們 我不用怕了 立即沒事 未必的 你的思想可能會 但到有一天 你受攻擊的時候 有人說閒話 有人做一些事情 對我們不好 罵我們 得罪我們 的時候 在那個時候 我們 首先有這個信念 神幫我們 沒有人能夠敵擋我們 第一個信念 第二 就是這樣內心化 神一定會給我 神會給我 神會給我 足夠的一年 即是這個信心 不只是信耶穌 而是信神 一定會保守我們 祝福我們 還有很多東西給我們 而三的意志 是非常好 我希望大家記得這個金句 神既不愛惜自己 而子為我們眾人捨了 喜不入了萬物 我和他同伯伯的紫吉 我和媽媽 他把兒子都給了 又把聖靈也給了我們 萬物都會給我們 所有我們需要用的 只要你走神的路 祂就會將一切需要用的給你 但有些人就覺得 沒有可能 我鼓勵大家 數下你收過什麼恩典 收過什麼恩典 我想問一下大家 這裡當中有幾個人 你收過 你覺得神在某方面 有幫過你的 請你舉手 有幾個人 你覺得神有某方面幫過你的 那就是神 你個個舉手 即是祂有幫過你 是不是祂以後都會幫你 即是說 以後你可以繼續得到更多更多 這就是信心 我以後可以得到更多更多的恩典 一起 憑信心 真是深信神的恩典 我以後一起宣告 我以後可以得到更多更多 這不是為了自己得到多些錢 而是走在神的路上 因為祂已經給了一切萬物給我們了 第三個三個四個節就講到控訴 誰能控告神所謹善的人 因為魔鬼的聖財就是奏夜控訴大兄 人都是這樣的 為甚麼呢 人犯了罪 所以人就像魔鬼一樣 就會奏夜控訴人 而我們自己控訴自己 其實比任何人都多 當有人說我們一句 可能我們會說自己很多句 由我們經常說自己沒有用 沒有人喜歡你,你真是蠢,你一定這樣做 當我們說自己的時候,都會這麼多次說自己 是不是別人更容易說別人 既然我們都會這樣說自己,人都會說我們 人原來是一個喜歡控訴的人 但聖經就說,不用介意人的控訴 因為神已經稱我們為異 誰能控告神所簡算,神已經稱他們為異 神已經赦免你了,沒有人能控訴我們 包括我們自己在內 如果我們知道我們這麼容易控訴人 我們就知道那個人其實都是這樣的 除非他是高度處我們生命 如果不是,他都會習慣控訴人 所以他要控訴我們,不用那麼介意,不用那麼緊張 由誰能否定他們的罪呢? 能否定我們的罪,說我們有罪呢? 耶穌已經死了,現在從死裡復活 他已經為我們死,現在復活了 現在是神的右邊,也都不斷替我們祈求 關心我們 所以我們不需要受人的影響,人的控訴 以及自己的控訴 如果一個人沒有了控訴,是很輕鬆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很少有人真的沒有了控訴 多數都是說,都是做得不好,都是在很多地方欠缺某些事情 我們需要進步,這句說話沒錯 不過需要進步的同時,自己都是做得不好 其實我們的心中還有沒有一些存留的控訴呢? 我們自己問一下自己,我相信真的很難是零控訴 但求主幫助我們接近零控訴已經很好 但有些人基本上百分之九十幾都是控訴的 即不斷,哎呀我真的沒用了,真是蠢了 哎呀真的沒有人喜歡我了,永遠都沒有希望了 真的有些人是這樣的 有些人是中間,哎呀真的沒用了 即是中間,五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 真是幾個percent那些已經是樹腦少了 但幾個percent都有破壞性,因為他都會繼續出聲 所以我們就求主幫助我們 是勝過這一切的控訴 好了,我們看看三一節 藍色字,黃色底的就是神的屬性 或者他的恩典一起讀 神聖過人和魔鬼,神在一切情況中得性 神必幫助他的子民 這個經文就說到 神都幫我們,誰能夠敵黨我們 那背後神有什麼屬性呢? 沒有人能夠敵黨 即是祂是聖過一切的,祂是如全得性的 祂是聖過人和魔鬼,還有環境 這裏我有沒有寫到,一切環境 第二個環境,一切情況,全部得性 因為神是絕對可以掌管一切 有些人說不是 如果掌管我老祖已經解決問題 為何還未解決呢? 有時問題未解決 不代表神愛我們 不代表神不得性 在我自己經歷十年,經歷十年充滿之後 十年,我已有自由去發揮 更大的發揮 有自由可以回來香港 是神給我的恩典 那十年是否神沒有理我呢?其實不是的 但是那個時候還未到 神在那十年幫我操練 處理生命 所以其實神掌管一切 一早已經有疑人告訴我 你將來會回來香港,並且會去列國 神已經安定了 所以一切人說什麼說話 他不能控訴我們 不能夠聖過我們 也有不少人跟我說 如果你不是經常回香港 你已經老了 在那個國家 另一個國家有大的教會 你以前也有大的教會 你現在沒有 你現在從頭開始過 但是我覺得無所謂 只要我做神的功就可以了 神是得性的 他永遠得性 一定得性 他隨時得性 他隨時可以將事情完全扭轉 都有很多人分享 明明不可能的 例如剛剛Sally的分享 說到不可能的 後來他又告訴我 現在已經鬆了 他過程也有跟我分享 我感謝神 看到他的改變 看到他一步一步得意志 我們看著他在一個人版 即是有很多人 在一個情緒問題之中 是很難得性的 但他現在一步一步得釋放 神是掌握了一切 他一切的得性在他裏面 現在神得性 不是他的得性 而是他一定幫我們 我們有份得性 所以這三點 我記實 神是聖過人和魔鬼 甚麼人都不能夠擋住神 甚麼情況都不能夠擋住神 神一定會幫我們 我們應該做甚麼呢 就是到了 與神有親密關係和處理生命 不容怕魔鬼 不怕人物困境 就是呢 首先我們與神有親密關係 和處理生命 我們就硬正了 我們就不容易受人影響 有些人呢 一被人畫一句 他自己的負面思想 立即彈出來了 是呀 你都是沒用的 所以你經常都被人畫 你甚麼都失敗的 自己的垃圾就炒起來了 即是他一說話 這些垃圾就清了出來 所以第一步 與神有物質關係 就是處理生命 等你的垃圾清了 有人跟你說一句話 罵你 就不會那些垃圾又炒起來了 即是好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養魚 試過養魚 如果你沒有換過那些水 魚底 魚缸底有很多魚屎 有些甚麼一炒起來 魚屎都會升起來了 但你如果吸乾淨那個缸的話 就不會炒起來了 那很多人就有很多垃圾在裡面了 神就保護我 神祝福我 我就不用怕魔鬼 很多人都怕魔鬼 並且他說 他不會再為人按手祈禱 他說怕邪靈的攻擊 但是你看我們這裡 我自己也這樣做 我去到列國也這樣做 我們侍奉的人也這樣做 其實你有信心 是神一定得勝的 但有些人就會說 怕魔鬼 於是他就不去做 但不去做是神吩咐的 他不做 耶穌說了信我的人 哪有神職 除了他們 就是奉我命趕鬼 以及搜案病人 病人就變好了 也就是說 每一個信徒都應該受訓練 去按手祈禱 即他們就不做神吩咐的 而是怕了魔鬼 這個其實是一個 被魔鬼贏了 以及甚麼人我們都不需要怕 但我們不是不尊重祂 我們尊重祂 但我們不用怕祂 甚麼困境 落入甚麼困境 就算被人炒了 神有方法 神可以隨時給我們一份工作 其實我自己經歷過經濟困難的時候 神真的很神職地去幫我 人用甚麼方法敵黨我們呢 控訴 貶低 欣慨有沒有人控訴你 有沒有人貶低你 看小你 令我們低落 就是令我們低沉 以及他會抵擋福音 就是人不會做這些事 下面一行是基督徒做的 基督徒都會做的 是甚麼呢 信徒會抵擋福音 即有些信徒就會 你講到福音 他會抵擋 他會不接受 以及他會比較 比較不同的信徒 你不救人家 那些基督徒好 你不救那個傳導人好 這個是比較 以及有些人難以合作 基督徒都難以合作 即是說 跟他合作的時候 很多的衝撞 很多的發脾氣 以及會撒毀侍復 會講說話 攻擊 其實這些都是非常之 非常之不好 我想問大家 基督徒中 有沒有這些事發生 真的有 那我們看到的時候 有甚麼反應呢 氣死他們 是不是 不是 為他們祷告 求主廉民 亦都不用怕他們 但我們需要保護 無論哪一個基督徒 哪一個人 我們都保護 怎樣保護呢 你周圍的人就保護 譬如有人說哪一個人 我們就不用 即是不要加上一把咀 我們去保護這個人 譬如有一個人罵一個人 我們覺得罵得不合理的時候 我們就 求神給我們智慧 怎樣去為這個人 說一些正義的說話 令到他覺得舒服 這個就是保護人 都保護教會 保護家庭 保護工作的地方 永遠都是保護 不是撒毀 真的有個 真的有敵黨的 所以我們不要說 這個世界沒有問題 是真的有問題 不過問題就是 我是不受意的 下面的圖就是 你傳方了 有人會敵黨你 明明做好事 都有人罵你的 但他說我 是誰的錯 我想問你 我們傳方 我們做神的功 他們敵黨 我是誰的錯 敵黨的人錯 所以我們不需要放棄心上的 魔鬼是怎樣攻擊我們呢 他會控訴 在心中有控訴 會引誘我們 將我們陷在罪裏面 當我們在罪裏面 他會用方法 令到我們停留在罪中 和他會偷虧 我們有的東西 已經有的 他會偷 他會殺我們 他會毀壞 將整個人毀壞 在這裏 我們看到一些毀壞的方式 指控 玩手機 好像一家人一起玩 很開心 但其實呢 他上了引 將來讀書有問題 和人交往有問題 不肯負他的責任 或者說閒話 有時說 聽的人 有些人會很喜歡聽閒話 有些人覺得他信任我 所以跟我說閒話 有些人用閒話做人情 有沒有聽過這件事 即是說給人 你聽 你知不知那個人有什麼壞 就作為一個人情 但其實這個是拆位的 而最後他受落了 他受落就會憂傷 不開心 對嗎 罪又攻擊我們 即是說魔鬼這個罪的攻擊方法 一起讀這個經文 雅各書一章十四節 但各人被試探 乃是被自己的屍辱 牽引誘惑的 屍辱既懷 要胎就生出罪來 罪既掌成就生出死來 這個經文說得很特別的 就是說 我們被試探是被自己的屍辱 即是說 我們的屍辱會拔我們 你去吧 去吧去吧做吧 或者找些方法引誘 朋友會不會這樣做 會拔你去 一起去 以及誘惑我們去 好了 然後當我們順從屍辱的時候 屍辱就會懷胎 即是容許它存在的時候會懷胎 懷胎就生出罪來 那罪一長大就生出死來 這裏的圖我將它寫出來 屍辱 牽引同是誘惑我們 然後屍辱呢 懷胎就生出罪來 罪既掌成就生出死來 這裏 兩樣 一個生出來 一個掌成就生出死來 就是說 原來它一路破壞 所以人的攻擊 我們需要介意嗎 受了影響就會受傷害 裡面會有很多傷害 會一直被拆毀 所以希望大家知道 原來魔鬼和人 我們看到三樣 人是怎樣的方法 魔鬼是怎樣的方法 罪是怎樣的方法 我們是整個人 可以完全被它拆毀的 好了 神如何在人的敵黨中幫我們呢 我們一起讀了 欣賞我們順從神 提醒不要犯罪 引導遵從神 提升靈命 有計劃幫助 賜我們平安 加我們靈娘 難阻擋黨者 神做什麼呢 當然 信用神 神就欣賞了 希望大家都相信 我們一聽神的話 神就歡喜了 我祈禱神就歡喜了 我聽神的話 遵從祂就歡喜了 第一 神是很欣賞我們聽祂的話 然後呢 祂會提醒我們 有什麼地方沒有聽話的 祂會提醒我們 感動我們 又引導我們去遵從神 又提升我們的靈命 叫我們的靈命復興 又有計劃 一步一步提升我們 提升之後怎樣幫助我們 又在過程給我們平安 又給我們力量 然後祂也難阻這些敵黨者 神呢 神是會難阻以至我們能夠做到我們要做的事 雖然過程有困難 會有敵黨 但是呢 我們站穩 在這個敵黨又會得勝 下一個敵黨又會得勝 最重要就是我們站穩 就是神在過程中 這其實都是恩戀的行動 我們再看一次 祂會欣賞我們信從祂 會提我們不要犯罪 會引導我們去跟祂 就是在那裡吸引我們 感動我們的心 然後呢 提升我們的熟練生命 然後有計劃 怎樣一步步幫我們 又給我們平安喜樂 又給我們力量 然後呢 他難阻那些敵黨我們的人 那就是 原來這一句說話 一句說話 講到呢 既是這樣患有什麽說的 神又幫助我們 尚能敵黨我們 原來他裡面可以說出 那麼多東西 敵黨 有人的敵黨 有罪的敵黨 有魔鬼的敵黨 我們才看到很多方法 那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一起讀一下 不計較人敵黨 有人敵黨 有放膽跟從神 不互相敵黨 第一就是有人敵黨 不用介意 不用這麽緊張 一定有的 耶穌都說 他說這些人會拒絕我 你們都會被人拒絕的 因為耶穌來到世上 他是不被這個世界歡迎的 因為世人不喜歡他 所以我們不用計較 他們敵黨我們不要緊 然後呢 有人敵黨 我照樣放膽 我跟從神 做完神吩咐的事 然後最緊要 我們自己 不要互相敵黨 有時基督徒 不治各地 被魔鬼用了 在基督徒中間 產生紛爭 然後互相敵黨 求祈保守我們 然後呢 現在三二節都一齊道了 神既不開識子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捨了 豈不亚把萬物和他 和伯伯的子給我們嗎 神呢 為我們 將祂的兒子給我們 又將聖靈給我們 然後呢 將萬物一齊給我們 下面這個經文 也都講到 萬有都是屬於我們的 哥倫多詞書三章有一節 所以無論誰 都不可難人發口 因為伴有處事你們的 寶羅或阿波羅 或基法 或世界 或生或死 或現今的事 或將來的事 全是你活的 這個經文 有些人看到 嘩 是不是呀 真的什麼都是我們嗎 這裡講到 什麼都是屬於我們的 寶羅 為什麼寶羅屬於他們呢 因為神賜寶羅 就是幫助他們 所以寶羅 都是神給他的禮物 正如神將我給你們 都是神給你的禮物 不是代表你可以掌控我 但是當你領受我的教導 和幫助的時候 你就領受到神 透過我給你的福氣 所以我都是屬於你們的 但那種不是屬於 你掌控 他們不能夠掌控寶羅 但是神的確實用寶羅來祝福他們 或者阿波羅 或者基法 其他侍奉的人 神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都屬於神 或者生或者死 因為生死都在神的手中 一切在神的手中 所以我的生命是屬於神 我的死亡都屬於神 我的死亡都屬於神 我的死亡都是一個榮耀的時候 都是可以榮耀神的 所以我們的生或死 而今 現在的事 或者將來的事 我們眼前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什麼呢 我們不知道前面的授數有多長 我們不知道我們健康 我們不知道我們工作多久 我們不知道我們的事奉有多多 但不要緊 這些一切都屬於神 神又會給我們 總之祂掌握給我們 我們就放心 所以這個經理告訴我們 萬有都是我們的 我們可以擁有這些一切 但擁有不是說 我怕我馬上走去那裡 馬上拿人的錢 而是我可以發揮 一路發揮的時候 神就逐樣逐樣給我們 大家有沒有發覺 當你幫到一些人的時候 幫到一些人 那些人開始對你的信任 有沒有這個過程 他信任你的時候 你就得到這些人 你不是說這些人 屬於你 而是這些人 成為你的朋友 成為你一齊 對你一個祝福的人 原來我們可以逐漸得到更多人 我們不是為了自己擴展 我們的領域 而是我們能夠有更多人 跟我們合作 我們就更加得到更多了 那神有什麼屬性呢 一起讀 神擁有一切 神是慷慨分享給人 神是耶穌一同次萬物 第一就是祂什麼都有了 我希望大家經常 從經文一看 就看到 神一張萬物都給 耶穌和萬物給我們 就立即說 神萬物都有了 什麼都有了 祂隨時可以給我們 而神是慷慨的 祂是很樂意給人的 很多好東西隨時 喜歡給人的 喜歡分享給人的 祂又給耶穌又給萬物 既然我們知道我們的神 如此慷慨 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放心了 我們就可以說 神啊 祂有很多給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放心 下面這裡 就是列出一些神給我們的東西 一起讀 供應 生命質素 因此 能力 發揮生命 機會 享受生命 生命提升 神會給我們供應 神真的會供應你的 你有信心 我們負責任的時候 神會供應 發脾氣 是否損失這些生命質素 我就罵回祂 不是 祂罵我 我不需要損失我的生命質素 神給我的平安 喜樂 我不會因為祂不好 而十年後 但我可以有智慧地處理 有平安 有喜樂地處理問題 我的生命保持一種 平安喜樂 輕省的狀態 然後神會給你恩賜 我們發哥 你信於之後 有沒有恩賜 加多了 幫人的能力 有沒有多了 為人祈禱的能力 有多了 明白聖經的能力 有多了 這些都是恩賜 還有祈禱更大能力 幫助人更有能力 有生命可以發揮 有機會 神會為你預備機會 又可以享受生命 這是福氣 我也曾經說過 有一個人是很有錢 但他臨死的時候 我看到他很慘 因為他全身發酷 還有在皮膚 你看到他 真的 好像 你感覺到他很癢 他一定是吃很多藥 子癢 總之他全身都生了 但他是一個很有錢 還有很有權勢的人 以前曾經有政府高位 非常高位 但他臨死的時候 是很慘的 原來一個人 他的生命裡面 其實有很多辛苦的地方 但我們信耶穌 一生享受神 即使到臨死的時候 都可以享受 都不要緊 我快要見耶穌 你們為我歡喜 待會我會去到耶穌 我很開心 希望過程 我都會說 如果你真的在臨死的時候 你都在我身邊 我就說你按手 你為我祝福 但當天使來接我的時候 或者耶穌來接我的時候 可能有很大的能力 你可以領受神的同在祝福 我想到最後一刻 我都是祝福人的 即是我就享受我的生命 無論我病 我健康 我都不需要 即是 我一樣可以感謝神 以及生命被提升 一步會提升 下面一行 很多人去到天堂才知道 原來有這麼多禮物 神那時候給他知道 為何我拿得這麼少呢 你入寶山 會不會只拿一粒珠寶 一粒 拿一粒出來 你當然會拿 拿到多少多少 神可以給我們很多 我希望大家 既然神都將萬物給我們 希望大家記得這個金句 很多東西都給我們 我們有信心 信從神 有信服的生命 就能夠進入不可能的領域 然後 Hiley和Roland Baker 原來 Roland Baker 不知道是他爸爸還是爺 是曾經來中國 以前是做宣教士的 那時候 很多神職 他寫了一本書 講到很多神職 他說那些小朋友 很多上天堂 見耶穌 見天使 很多神職 他來到中國的時候 然後 然後 跟著 Roland 就是 他兒子 或者孫子 就娶了 Hidy Baker Hidy Baker 曾經來過香港 跟Jacqueline Pollinger 一起 曾經合作侍奉 但是神夫 接他去非洲 他跟那些非洲人 真的是 兒女一樣 很密切的關係 就是 宣傳 人是很突破性的 就給神大大的使用 那這兩個都是 即是他的聚會 Living from the Presence 他的材料 即是說 他很強調的 就是在神的同在 事事在神的同在 以及Presence Driven 就是說 他這個聚會 就講到 是神的同在推動的 推動我們的生命 推動我們的整個發揮 他整個生命 都是充滿神的同在 那這裏 就是有一個 Web site 這個Web site 講到很多不同的人 你看到左手邊 一辣的名字 其中一個就是 Hidy Baker 那他就講到 去天堂 去地獄 或者是神將他提去天空 和末日的 這些visit 即是這些人有這些經歷 那你上網就可以去 你搜尋這些名字 你可以去到這個Web site 見到不同的人的見證 那你又講到 Heidi Baker 又講到什麼呢 他那裏修養五千個孤兒 即是同時修養五千個孤兒 他已經修養過很多孤兒 然後呢 建立了五千間教會 在穆森比 這裏五千個church 然後呢 在二十個國家 建立了八千個教會 還有呢 他有很多間的聖經學校 你說 哇 一個人做到這麼多事情 真的 是不是很大 有些人說 那我追究都追不到Heidi Baker 不要緊 因為慈恩那個是神 神會幫你的 你做到什麼不要緊 你不用要比較Heidi Baker 你做到什麼 你走到你的路就可以了 另外這個就是彭孝蓮博士 以前我第一年 在香港的時候 未離開香港的時候 第三年教書 就在他的學校 深練中學那裏教的 我就知道他就是有這個心 就是透過基督教育 就是他用來幫助人 訓練人怎樣傳呼音 訓練人做基督徒好的 基督徒老師和校長 透過他這個機構 他幫助到很多人 這個就是他建立的會基書院 以前我開頭那間就是深練中學 他們就認為下一年 他們就會去回忌書院 那時候我就離開香港了 那就是他所建立的 他就是首任的校長 由回忌書院 他有一個校長 後來又創建了一間 回忌書院東九龍 有第二間的回忌書院 都是基督教學校 就是用老師的見證 老師的生命去傳揚呼音 我自己都在那一間學校的時候 我帶了很多學生信耶穌 訓練他們傳呼音 跟他們查經 我兩次的午餐 一個是初信的查經班 一個是查聖經的查經班 在那個時間 給我很大熱心去侍奉神 那時候我還沒有牧師 我還沒有離開香港之前 就在他的生命中學教 他一個人其實沒有那麼多錢 不是他那麼多錢 就是他有這個異象 他分享的時候 那些人就一起去做 就是說他本身沒有這個資源 但是神就會給他這個資源 所以我希望大家 神可以給你很多 是你信神多少 你拿多少 你就得到多少 那我們可以一起讀 信靠神的供應 不擔心除去貧窮心態 我靠著神的恩 可以去到極限 就是相信神的供應 各方面的供應 因此的供應 因此的供應 物質的供應 機會的供應 不要擔心 一擔心就沒有力 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經常都 哎呀很慘 哎呀沒有力 那些人就罵我了 那些人就罵我了 這樣的狀況 有沒有力去 真是說 哇神很好的 神真的好得恩 會不會有力量呢 不會的 有很多人一受攻擊 馬上就倒閉了 所以擔心是一個很大破壞 我們就不要擔心 除去貧窮心態 什麼叫貧窮心態呢 就是經常都覺得 哎呀不夠錢 做不到的 不行的不行的 但在神凡事都能 在人不凡的神 神凡事都能 所以希望大家 不要有貧窮心態 神啊我可以擴展 一步一步擴展 你又不是用野心 我現在要建立一間大教會 我現在呢 要幫很多人 我將來一萬人的聚會 你不用這樣想的 你就是眼前做到的 一步步提升你的生命 那我希望我們 每個人這裡 將來都會進入是否 你想進入是否 你就將你的 處理生命的見證 好像今天 Sari所分享的 你就將它寫出來給我 那我就回應你 幫助你處理 然後一步步提升 那你就可以進入 服侍討告 輔導 當你進入這兩月的時候 慢慢你就進入其他的 或者是敬拜 各方面都可以的 然後我靠著神的恩典 既然神給我一切 可以去到極限 可以去到一個很高的層次 你信神可以帶你去有多高呢 神可以帶你多高呢 可以很高很高的 我希望大家都相信 神可以帶你很高的 好了 下面這就是控訴 誰能控告 神所簡算的人 有神清貪和為儀 有什麼控告呢 我打了卡車 你們就不要讀了 這些是不對的 不好的 各樣的控訴 你犯了罪 你不及人 你沒有質素 你沒有用 你會失敗 你有疾病的靈 你有淫亂的靈 他有淫亂的靈 這些都是控訴的說話 當我們看到人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有這個奸淫的情況 或者他有這個淫念 這個思想的時候 我們就去引導他 就不是說你有淫亂的靈 那人就會覺得很受傷 覺得沒有希望 你有疾病的靈 嘩 好像要脫掉 我們就會說 你在神的愛中處理生命 你親近神 神有一步步醫治你 我們就不會告訴人 你有疾病的靈 哎呀死了 我有疾病的靈 我經常都有疾病了 這是一種控訴來的 你有淫亂的靈 就好像淫亂不會離開你的 覺得很慘 沒有希望的 因為這些名詞 就好像一種標籤 你有淫亂的靈 嘩 好像很難脫掉 所以我就 這些說話 我就真的 我覺得不應該說 而是說 我們怎樣處理生命 怎樣處理問題 用一個正面的方法 好了 神有些什麼質素 一起讀 神有卸罪的心 耶穌已付了罪債 神完全跟從祂 射罪的應許 神是有射罪的心 祂是一個容易搖屬的神 而耶穌已付了罪債 神完全跟從祂 射罪的應許 他答應了你悔改 祂就射罪 祂一定射免 所以求主射免 你就不要說 神會不會射免 不用這麼想 神一定射免 祂跟從 這個很重要 神完全跟從祂 射罪的應許 神完全跟從祂 任何應許 一定跟從 人是怎樣 人說謠樹了 仍然會計較 災犯時又重提 人總有不接落 人總是會這樣 人總是會有些問題 這些是一些 講到人的內疚 葉麗兒 當年為事業 離開四歲的兒子 葉麗兒有內疚 原來有些人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他很多年後都會內疚 就是因為人 那種內疚在裡面 真的好像一條 住了的蟲 在你裡面 住了不走 我想問大家 你有沒有多年的內疚 哎呀我多年之前 我做了一些錯事 哎呀我多年之前 這樣虧待人 我多年之前 犯了一些錯誤 犯了一些罪 就一直在他心裡面 放不掉 有沒有這種情況 有的時候 我們就相信神真的要卸臉 神真的要稱呼我們為義 我們不用整天在折磨自己 魔鬼就是折磨自己 知罪就是神給我們的 一悔改耶穌要卸臉 就不是繼續內疚那種魔鬼來的 魔鬼就繼續說你沒用 神也不會卸臉你 你沒用 這就是魔鬼的控訴 我們要分清聖靈的感動 和魔鬼的控訴 四年感動 你就會一直 譬如你未悔改 神一直感動 一直追著你 叫你悔改為止 你悔改了 魔鬼就來了 神真的沒有射臉你 你以為你好什麼 其實你不行 你看你 侍奉你都犯那麼多罪 神怎麼會喜歡你呢 他就說這些 那就繼續控訴 這個是另一個 張漢 或者我們不太認識的 這個人 他也是爆 他說我和我太太 都有 他這個 扔女 就不是扔女 就是那個女 照顧的時候 在梳化下跌到地下 就是看著女的時 就不小心 他就說 我很內疚 他照顧女的時 都沒有照顧得好 結果他跌到地下 他就很內疚 原來人有時候做一些小事 都可以很內疚 所以這個內疚 我們不要讓他侵蝕我們自己 還有呢 這個Facebook 前副總裁極內疚 他說Facebook是施裂社會 Facebook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 我們就盡量利用它好的地方 但的而且確 這些傳媒 這些網上的工具 的而且確 是有一種破壞性的 令到人上癮 令到產生一些問題 他自己承認的 他極內疚 我們之前讀過經文一起讀 以賽書落一章十節 我恩爺說 大大歡喜 我的心靠神快樂 因他以拯救為意給我穿上 以公義為袍給我披上 好像新郎戴上華觀 又像新婦配戴裝飾 這麼漂亮 我恩爺說 好歡喜 這個經文希望大家記得 以賽書落一章十節 我恩爺說 好開心好快樂 我心靠神快樂 因為他以拯救為意給我穿上 拯救好像衣服 還有他的公義 耶穌的公義給我披上 好像耶穌那麼公義的 耶穌的義婆在我身上 就好像新郎新娘那麼漂亮 我們個個現在 身上都穿了耶穌的義婆 一起說 我們現在身上穿了耶穌的義婆 一起說 我們身上穿了耶穌的義婆 我們好像耶穌那麼漂亮 我們可以好歡喜快樂 我們比新郎新娘更加漂亮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開心 不用內疚 好了 接著三十四節 誰能定貪的罪呢 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 而死一重 死了復活現今 在神的右邊 讓他們祈求 就是說 耶穌已經死了 復活了 去到天上 在神的右邊 替我們祈求 神有什麼屬性 一起讀 神有赦罪的恩 耶穌憐憫內疚的人 主對內疚的人的憐憫 會付諸行動 神不想我們定人罪 這裡有屬性 這是第一個屬性 其他的行動 祂的屬性是甚麼 祂有赦罪的恩 祂的行動是甚麼 祂憐憫內疚的人 你有內疚 神憐憫你 祂很想釋放你 然後呢 主對內疚的人的憐憫 會付諸行動 即祂憐憫會行動 祂不會在天上一邊憐憫你 祂會感動你 不用擔心 不用憂慮 我真是射免殺你的 洗乾淨殺你的罪 我可以讓你喜樂平安 即是說 神接立我們 不用繼續內疚 只要我們真心悔解 神就射免了 神也不想定人的罪 神的性不想定人的罪 神 è , untuk hoje 他叫我將會like 神其他人 حدるелен . 神的人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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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套 祈祷有没有能力?耶稣还说 我因为祈祷,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回头以后你会见过你的弟兄 耶稣很有信心,我因为祈祷了 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不会失信心 你回头的时候,你就会见过你的弟兄 所以耶稣的祈祷很有能力 既然耶稣为我们祈祷,我们也很有能力 神一定会保守祝福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放心 人是怎样?你们不要读了,我读了 人是怎样计算和记住人的恶 注目在自己受的委屈,哎呀,你委屈我 哎呀,人呢,为什么会这样规短我? 人又会这样,注目在人的委屈,人被他委屈 不会想到人的痛苦,不会想到,哎呀,他很惨的 不会连失人,不会想到他的痛苦,就是想我痛苦 心中藏着对人的不满,那些不满都收起来 然后然以态度露出不满,就会露出一些不爱 不喜欢的人,继续被人耐疚,人的倾向 但是神是怎样呢?我们一起到了 充满怜悯和祝福的心 接受人都是罪人,无良事,不计教人的罪 耶稣已经负了罪责,主日夜为罪人讨告,不断爱 要恕和今生一生,全部是正面的 他充满怜悯和祝福人的心,他心里就是祝福人 接受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良事 他接受,他不紧要的 你悔过就可以了,没有问题的 你以前犯了什么罪,不紧要的 他不会计教我们犯了罪 耶稣已经负罪了,他日夜为我们讨告 不断爱不断要恕和更生我们 是不是很正面? 神做的全部是正面,但是人做的往往是有负面的 当然人被神更生就更加接近神 但是始终有时都会有一些怨气 这就是人的怨悦,所以我们不要期望人是完美的 而圣经说了很清楚了,我们若认自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念我们的罪 洗淨和一致的不移,一定洗乾淨 有人说大卫悔改,画得很美,画得很真实 他犯了奸淫,杀了人的时候,他心里很知罪 诗篇五十一篇就是他认罪的诗篇 大家都可以回去看,还有这个锁链 在耶稣面前,这个锁链神可以释放 好了,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一起读 悔改,信神,完全赦罪 接立自己的软弱,不再指控自己,不再指控人 不再对人对己过敏 就是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放松 放松一点,这是健康的选择 这是一个健康的选择,是什么呢? 悔改,信神已经赦罪了,放松 神已经赦罪了,Hallelujah 你试一下,用你的手掃一下心口 神已经赦罪了,放松了,Hallelujah 神已经赦罪了,放松,放松 接立自己的软弱 有软弱,有软弱就怎样?神就接立我了 不要紧,有软弱就无所谓 一定会慢慢地处理的 不再指控自己,行不行? 不要再指控了,不要指控人 都不用对自己过敏 有时人会很过敏 你说一句上有过敏 自己又做了又过敏 其实很辛苦,放松一点,不要紧 轻松一点 这里我们总括翻译才讲过什么 一起读一读 红色就是神做的,绿色就是我们做的 一起读 神帮助我,无人能敌挡我 无人能难阻我,进入神计划 神将耶稣和万物自给我 我有足够资源发挥生命 无人能控告和定我的罪 我悔改就不需要继续内疚 我可以有喜乐轻轻的心 这是第一个 神要帮助我们谁能敌党 没有人能够敌党我们 没有人能够敌党我们 就能够入神计划了 没有人能够敌党,阻挡我 所以耶稣和彼得 彼得跌到海 耶稣拉上来 不要紧,我们有多大困难 我拉上来 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战士 进入神计划 然后神将万物和耶稣和万物给我们 我们有足够资源发挥生命 我们可以发挥,我们个人可以成为伟大的人 在乎你愿不愿意 你愿不愿意 你可以的 你会说 不是啦,我都不小了 不是啦 我的能力才感不够 我还有很多伤害 但你有信心 有恒心 天天亲近神 一定亲近神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 你问他愿不愿意 回家又不肯祈祷 不找亲近神 这样的时候得不到的 我们亲近神,信靠神 祝神捉拭他 你就有的甘得进步 感谢神 我有的甘得进步 神又欢喜 我又欢喜了 有的甘得进步就欢喜了 我有足够资源 可以发挥生命 没有人能够空高和定我一罪 那我怎么做呢 我就悔改了 就不需要继续内疚了 我可以有喜乐 兴散的心 日日开心心 这里就是 足够资源神 给了恩典 我就可以飞高了 一路升高了 然后呢 就是我悔改了 这里就是 经历耶稣赦罪的大恩 然后我就可以开心 这个锁链可以粉碎 看到今天说过什么呢 神帮我们 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 不用怕的 神会保守我们的 有些人发往往 我就告诉他 不要紧要 一定会得胜 你一步会宣布 一步会得胜 相信神一定会得胜 神将问给我们 所以我们就触实神的允许 领受神更多的恩典 没有人能够控诉 我自己就不用内疚了 好吗 这些经文是不是很轻散 待会我们会有查经的 鼓励大家留下 我们一起去查经 我们一起起床 去祷告 为主帮助我们 亲爱天父我们 多谢你 因为神是帮助我们的 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 没有人能够烂了神 在我们生命的计划 我们的生命可以提升到极高的程度 极高的极限 没有人能够拦阻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唯一拦阻的是我们自己 求你帮我们放下这些捆锁 我们自己里面信了那些谎 经常觉得自己没用 经常觉得人很大很厉害 他们压制我 所以没有能力 主要求你帮我们 相信神的话 不是相信人的谎 并且我们相信神将万物 神将耶稣和万物 都将圣灵给我们 我们有一切的恩典 一切的恩典 我们有足够的资源 去大大的发挥 还有神已经赦免我们的罪 没有人能够控诉我们 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 我们就开心发活了 一个开心发活人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神真的有很多恩典 我们可以充满喜乐 充满平安 我们不怕人的敌党 所以我们都知道 我们有一切的资源 我们的内心 就完全的清爽 多谢天父 求主你帮助我们中间 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心里面充满清爽 充满平安 没有淡子 没有烦恶 哈利路亚